她有跟那個尤美抱怨說她老公 就是每次做的時候都超快的 而且 而且她都在下面 都 歡迎收聽 夫妻純聊天之日文情境小劇場 我是關豪 我是麗萍 每個星期挑三天不知道幾點 我們夫妻準時陪你 純聊天 今天到底哪一天 禮拜天 今天禮拜天 對啊 禮拜一了 已經禮拜一了 哇 我的天哪 時間怎麼過得這麼飛快啊 對 所以這一週 我們徹底沒有一個禮拜挑三天了 好 沒關係啊 管她的 反正就是 我們還在放假嘛 嗯 還是這個禮拜啦 哈哈哈 不要騙自己好不好 明天是中秋節 對 對 就是 四天連假 對很多人來說應該是很平常的 不過我們身邊有一些人是沒有放假 對啊 大家辛苦了 對 所以明天我要分享的是 音樂情境小劇場 欸 不是 哈哈哈 音樂人間觀察室 哈哈哈 對對對 整個mix在一起 真的還不錯 好 那 呃 今天啊 這一集日文情境小劇場是 夫妻準聊天這個主節目的 第二季的第一百集 嗯 對 我想應該是很適合來分享一部 非常特別的片 對 這一部片 真的是我目前做到我覺得 最喜歡的一部喜劇 笑到虛脫 真的超好笑的 哈哈哈 真的 而且我覺得夫妻一起看 真的是超有感 對 真的會覺得 今天會教到很多罵老公的字 對 我首先要跟各位預告 嗯 太太們 想要學如何用日文來罵老公嗎 本單元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哈哈 我會分享這個 用日文來罵老公的一些經典名劇 對 而且要 都是出自於這部電影的 對 而且一定要用很 就是很入戲的方法罵 沒錯 這樣才會爽 這樣才有日文情境小劇場的感覺 是 對 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話不多說 直接來分享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電影叫做 喜劇愛妻物語 好 喜劇愛妻物語呢 的日文叫做 喜劇愛妻物語 喜劇就是喜劇 愛妻就是愛妻物語 就是故事物語這兩字 對 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是一部喜劇 對 可是喜劇呢 通常是建立在悲劇上面的 嗯 對 我覺得它就是很真實的 我覺得算是蠻寫實的呈現出 走入婚姻之後 婚姻變成愛情墳墓的感覺 沒錯 超級墳墓已經埋到地底了 對 就是地球的核心裡面 對 好 我先說一下 這部片呢它真的是超級好笑 可是有不少苦澀的部分 嗯 可是呢 在看的過程當中 真的是會不停的反思自己 所以我非常推薦 可以跟你的伴侶一起看 對 特別是結婚十年的那一種 嗯 就是覺得這夫妻之間 好像沒什麼火花可言了 可是呢其實還是有一些 嗯 一些回憶可以去挖掘的啦 對 就是 應該算是苦中作樂吧 嗯嗯 就是真的很無奈 但是 當無奈到極致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有一種幽默感 油然而生 對 的感覺 好 奉發 嗯 好 那我先說一下它的這一個獲獎 我覺得 真的是很不錯 其實它是非常近代的 就是這兩年的一部電影 二零幾年 二零二零年 就是去年 九月的時候在日本上映 然後我發現它好像在台灣沒有上映 嗯 那我們為什麼會看呢 是因為 呃前兩週我們有分享 冰田月的兩部電影嘛 嗯 就是一部叫做 呃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 嗯 還有一部叫做機器老男孩 對 然後裡面都有冰田月 然後我們就覺得這個小男孩 真的太可愛 其實他年紀也不小了啦 嗯 可是因為他的形象啊 還有他的演技 都深深受到 我們的喜愛 所以呢 嗯 就跑去搜尋嘛 對 就發現這一部叫做喜劇愛奇物語 是 然後我們就透過一些方法 然後在一個地方就看到了這部片 愛不釋手 真的 我至少回放了N邊 我成為那個 這兩個男女主角 這一對男女主角的粉絲 真的 就是冰田月真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對 他真的很會演廢宅的樣子 然後那個他老婆是在 我第一次看他的戲是 交響情人夢裡面的 拉小提琴的那個女生 對 第二小提琴 對 他叫做水川馬美 對對對 我瘋狂愛上他了 因為我本來以為他是一個氣質美女 才不是呢 他這部片完全顛覆他的形象 優雅形象 他是真的是超級 就是 應該算是犧牲色相 你可以說他是鬼嫁新娘 真的 很可怕 能夠你想得到的 沒想得到的 全部都罵得出來 對 好 那但是呢 這部片實在是非常的棒 我相信在台灣 如果有上映的話呢 應該也是可以受到很多台灣觀眾的喜愛 對 因為他的獲獎呢 包含了2019年的 32屆的東京電影節的最佳劇本獎 嗯 故事真的是沒話說 對 2020年呢 在日本報之電影獎 第45屆的時候得到了最佳女主角 就是剛提到那個水川麻美 真的 其知名歸啊 對他的演技真的是絲絲入口 好 然後今年就是2021年嘛 在94屆的電影巡報獎呢 就得到了兩個大獎 就是最佳女主角 就是又來了 然後呢 還有2020年的 年度的十大日本電影獎 的其中之一 他是得到第八名 嗯 對 可見真的是一部好電影 沒錯 到底有多好看 你先講講看 你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為什麼一個夫妻的故事 可以這麼的絲絲入口 這麼的就是撼動人心呢 我覺得他就是把那個夫妻之間 就是性生活不協調啊 還有就是整個家庭的責任義務的不平均 嗯 把它描寫得非常非常的真實 對 而且在這當中啊 當然我覺得一定是有 電影有誇示的效果 可是你還是完全被信服 對 就是他非常有說服力 因為雖然說他真的是蠻扯的 蠻就是講的蠻狠的這樣子 嗯 但是你真的會相信有這樣子的一對夫妻 我覺得非常合理 嗯 怎麼樣合理呢 聽眾朋友們 特別是女性 而且是已經當太太的朋友們 來想一下這個狀況 嗯 假設啊 你是一個家庭主婦 然後你的先生 他說他很有才華 可以在某個領域上面發光發熱 可是那個才華 終究是沒有辦法兌現 嗯 他的年收入 哦應該不是年收入 他幾年來的收入呢 不到五十萬日元 就差不多是幾萬吧 也就是他幾乎都靠你一個人養 你們還有一個小孩 嗯 然後呢就是一起生活在一個 破破舊舊的小公寓裡面 對 每天工作累兮兮的 嗯 然後老公在家裡面滑手機啊 然後有時候幫忙做個家事 接個小孩 可是也不是做得很好 嗯 然後呢他跟你說 他要繼續這樣子下去 你可以嗎 我不行欸 離婚 離婚したい 什麼 就是想要離婚 真的 分かれたい 真的非常想要分手 跟這個人離婚 對 可是呢 這個水川麻眉這個角色 他還是堅持下去 在這部電影 喜劇愛妻物語的這個海報呢 就有三句話 我覺得充分可以把這部電影的精神展現出來 嗯 他叫做我用中文講 乏人問津的一個劇作家 年收入五十萬日元 其實是不到五十萬 嗯 什麼都不強 可是自尊心特別強的一個廢柴老公 跟他結婚之後 我就是一直把他背在身上 他是我一直背在身上的行李 然後呢 儘管如此 我還是不會放棄跟他做夫妻 括號 搞不好是做不到的 講完了這部電影 所以他那個海報啊 那就是水川麻眉背著冰田月 對對對 然後其實那個海邊那個太太沒有去 可是呢 就是在這邊拍一個劇照嘛 對 充分顯現出 就旁邊一個孩子非常無助的看著鏡頭 那是一個女孩 對 她們女兒 對 好 那這一部電影呢 她的編劇導演跟她的原著小說 都是同一人 嗯 叫做足利生 對 我只能說她真的是一個非常坦率的人 因為她真的把她的夫妻之間的關係 包含性生活不協調啦 想跟老婆做 可是呢 她必須要做點努力 然後才能夠去取悅討好太太 然後讓太太首肯給她 就是讓她上這樣子的感覺 嗯 描寫得非常的貼切 對她就是非常卑微耶 就是 嗯 很像 感覺就是跟那個螳螂有點像 就是會被老婆吃掉頭這樣子 對對對 好 而且我覺得非常特別的是她就是寫了這個小說 然後拍了這個電影啊 還真的跟她的太太接受這個記者採訪 然後太太也是跟她 她微微道來就是 其實我本來就不想跟她做 可是她就一直想要我什麼什麼什麼 哇 這麼貪在陽光下 對啊 好 那這個我看到了一篇新聞稿 她是在講說 這個足利生啊 其實在電影的開拍之前 八年前就已經寫好了這個劇本 這個故事了 嗯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劇情大綱 是因為說她太太啊 就是在足利生其實也沒什麼工作 就是一個差不多的廢柴勞工 然後呢 太太想說你怎麼都不去工作呢 她就看到了香川縣有一個電影獎 有一個這個劇本的大賽 就說如果你把一個故事大綱寫過去的話 搞不好可以就是拍成電影這樣子 如果你得獎的話 而且要跟香川縣觀光有關 對 是要以香川縣為舞台這樣子 可是這個導演他沒有去過香川縣 然後太太就說沒關係交給我 我們去一趟這樣子 然後就安排了一個四天三夜的旅行 你現在講的是真實的人生 對 就是這個導演 他為什麼會寫這個小說 為什麼會拍成這個電影的這個淵源 嗯 他們就去安排了一個四天三夜到香川縣 去尋找靈感的一趟旅行 嗯 什麼靈感都沒有找到 就這樣子腦子空空的回來 他想說啊 可是總不能什麼都沒有做吧 他就把就是在這個旅行當中 他們不停的爭吵啊 伴嘴啊的一個過程 寫成了一個劇情大綱 然後呢 就報名了 嗯 可是呢一神都沒有通過 就這樣子不了了之 那之後再過了五六年左右 他的這個工作 總算是有一點累積了 他就想說 那這個故事不知道會怎麼樣 有人就問他說 欸你要不要寫小說 然後阻力生就說 我沒有寫過小說欸 然後對方就想說 沒關係你什麼都可以 你之前有投過這個電影獎啦 或是一些故事企劃 也都可以把它寫成小說 他想說好吧 那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把它寫成小說 然後有人看了這個小說之後 覺得很有趣 就有製片 小他拍成電影 好吧 就拍成電影 哇 怎麼那麼傳奇啊 真的 這跟大逃殺有點像欸 是嗎 大逃殺第一 就是一開始也是報名獎項 然後沒有過嘛 嗯 然後後來拍成電影就大賣 喔 對 是這樣 灰姑娘的故事 好那這本小說的名字 其實跟這個喜劇啊 愛惜都沒有關係 叫做乳房上的蚊子 對 可是這個 他這個封面就是 我覺得取得很好欸 這個 立刻就是 就感覺到老公是讓那個蚊子 多麼卑微 然後立刻會被 這樣 拍在乳房上 他這個小說封面就是一個乳房 然後就是山峰狀的這樣子 很像是那個 很像是那個駱駝的雙峰 對 然後後面也是蚊子 是用畫的啦 嗯 然後呢 就是這個 原本的小說是這個名字嘛 那很多人就想說 欸可是這樣子好像 會蠻小眾的 不太就是 惹人注意這樣子 他們就想說 那要改成什麼名字 這時候 阻力生就想到了一部電影 是還蠻久以前的 是1951年的一部電影 叫做愛惜物語 嗯 它也是一個 講太太的故事 是星藤堅人的第一部自編自導的電影 它是以這個 他已經過世的太太文藍本 然後 太太過世了啊 然後他就是跟他陷入了回憶什麼的 就把它寫成了一個故事 然後變成電影嘛 嗯 當然它是一個比較正經八百的 對 然後他想說 欸那這樣子 可以用這四個字 叫做愛惜物語 可是它是一個喜劇嘛 嗯 就想像喜劇兩個字 所以千萬不要找錯了唷 是喜劇那一部 呵呵 真的太好笑 OK 嗯 好那我要來講故事了 故事呢 非常簡單 就是 就是一家人叫做柳田 柳田 柳田 有一對夫妻跟一個小孩子 是女兒 這個男生是 冰田月誓言叫做 豪太 好就是你的豪 還有太太的太 對 那太太叫做千花 就是一千兩千的千 花朵的花 那女兒叫做阿喜 其實它是片假名 可是呢你可以把它轉換成 中文漢字的話 就可以是雅記 雅說的雅 嗯 然後世紀的季 對 好那柳田 這個男生他是一個廢柴編劇 幾年來收入不到五十萬日元 只有在太太放產假的時候 有勉強去打個工 有去好像超市之類的地方工作吧 嗯 然後還跟那邊的女生 有一點 蛤 你為什麼要這麼驚訝的臉 哈哈 沒有啊就是我 我假裝我是那個聽眾 會有的 是不是 你看這太太知道 做何感想 她好像有跟那個同事 疑似成為炮友 然後還有持續聯絡當中呢 雖然很不可取 但是 其實我覺得可以同理 因為她的太太都 不願意跟她做 嗯 對 好然後呢 因為她沒有工作 沒有錢 然後都是老婆在賺錢嘛 嗯 她連去風俗店 稍微找一下女人 消費一下的錢都沒有 這樣子 嗯 然後呢想要跟老婆做愛 真的是 也是 沒辦法中的辦法 對 就是其實早就已經 很熟悉這個身體啦 然後其實也 吸引不了自己 無法誘惑自己 可是想說 即使如此 還是想要跟老婆做 嗯 我講的這句話 即使如此 還是想跟老婆做 是足利生的 第二部小說的名字 喔真的嗎 真的 她又在講這個 講類似的故事 對我想應該是更深化 可是跟電影沒有關係 可是我想 中心思想是蠻類似的 就是說 她真的很想做 哈哈哈 應該是 真的是有那種 應該是第二部小說 需求不一樣啦 第二部小說是 乳房上的曲 哈哈哈 更慘一點 哈哈哈 哈哈哈 她就是接受 就是夫妻接受採訪啊 然後就是 老公就說 真的是這樣 就是為了要 跟老婆能夠做上一回 可能不是當天 當天是不可能得到 任何的回應的 一定要兩三天之前 然後你在那之前 還要先稍微做一些準備 討好啦 做家事啦 帶小孩啦 然後可能要 就是用盡各種方法 然後才能夠問一句 下禮拜可以嗎 哈哈哈 好母系社會的家庭 好那Chika這個太太呢 她是努力工作嘛 因為真的老公費到不行 她就只能去工作啊 養起這個家 然後還要煮飯啊 帶小孩做家事啊 啊 真的是 太慘了 對 所以她非常愛喝酒 她必須用酒精麻痹自己 嗯 才能夠持續這段婚姻 是 所以呢 有人就說啊 就是 原本我們都想說 好像都是 這種養家啦 然後握有經濟大權啊 然後就是 看不起 瞧不起她的另外一半 就是比方說 老公很會賺錢 對大男人主義的嘛 就是會 瞧不起太太說 你除了做家事生小孩之外 還有什麼厲害的 這部片就是完全是一個 復仇之作 顛覆 對 顛覆 顛覆 夫妻steam 對 是 就是 女生她這個地位已經完全蓋過男性了 因為她真的是 賺比較多錢 而且她確實是付出比較多的 老公她真的是沒什麼實際作為 那我為什麼要把身體交給你呢 走開啦 討厭 煩死了 消失去吧你 所以其實我覺得 日本現在的社會好像 她也是反映了其中的現象 就是 以前的時代是 我們都會覺得日本是大男人主義嘛 但後來我覺得現在應該是 女性主義抬頭之後 就變成 這個也是滿誇張的一種 極端啦 就是會這麼誇張這樣子 但我覺得真的也是 好像也反映出 男生在這個社會上的地位上面 慢慢示威 就很像是之前我們講過那個 蠟筆小新 哦 機器人爸爸的那一集 對對對 確實是這樣 就是一樣的感覺嘛 真的 可是呢我得說 足利生他是用更殘忍的手段 對 來描寫這一個夫妻關係的冷淡 嗯 甚至到火爆這樣 對對對 然後我就看到有人講說啊 就是足利生有一個很重要的創作特色 他絕對不會把生活中的感情加以修飾 他是赤裸裸的 明明白白的讓你知道 我們就是這樣子過日子的 嗯 殘忍啦 然後夫妻關係有多麼荒誕啦 他就是用那種非常 非常生活化的口白 來呃 刻畫出這一對夫妻的一些囧態 我要說 這這個電影他為什麼會這麼好看 就是因為他真的太生活化了 如果同學們想要學日文的話呢 這一部非常非常適合你看 可是會學到很多罵人的話 又如何 嗯 好笑好玩 就可以學得好啊 嗯 來學著看怎麼樣 把老公罵得一文不值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我又要想喔 可是 如果 如果這個 呃角色倒過來的話 嗯 比方說都是老公在那邊 就是對老婆一時氣時 然後講話尖酸刻薄的啊 嗯 一定會有很多人不舒服嘛 對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子倒過來就覺得好好玩 哈哈哈哈 對啊怎麼這樣 因為我是女的 哈哈哈哈 不公平 好 那這個電影開始啊 就是男生的獨白 他就在講說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跟老婆做愛了 嗯 然後在那之前我必須要做盡各種努力 就像是一個足球選手 他要上場之前要先做很多訓練一樣 對 真的把自己弄得很卑賤 雖然說並不是一個草食男 他是需要性愛的 可是呢 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只能找自己的太太 因為沒錢出去外面找女人 嗯 那這個時候 鏡頭呢 他帶過了很多這個家裡面的場景 對 這個場景是確實是獨立生自己的家 嗯 在他自己家拍攝的 然後呢我注意到一個地方 就是 呃 陽台上亮的衣服啊 有好幾件鬆鬆的內衣褲 哦 特別是女性的內衣 對 我深深有感 就是那種 反正老公我也不想跟他做了啦 我不需要為自己的內在沒有什麼樣的 多去花錢去去再添購什麼 嗯 鬆鬆的又怎樣 對 其中呢有一件是紅色的內褲 哦 對 這個是很關鍵的東西 是太太穿著的 他們三個人在睡覺 老公 老婆 中間加一個小孩 嗯 很難做吧 對啊 因為小孩沒有到別的房間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 Gota 豪泰 他就有一句這樣的獨白 嗯 結婚十年 まさか妻とのセックスのハードルが ここまで高いものになるとは 思いもしなかった 結婚十年 結婚就是結婚 十年 十年了 然後呢 まさか 後面加了 思いしなかった 表示的是 我真的是完全沒有想到 竟然會到如此天地 妻とのセックス 跟我太太的性愛啊 のハードル 就是門檻 它的難度呢 竟然 ここまで高いものになる 竟然到了如此高 如此難的一個境界 嗯 真的是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真的 好慘 對 好那你看 就是跟太太之間 沒有辦法 很這個 如魚得水 嗯 然後呢 想要在這個孩子面前 跟他老婆 就是示好 比方說 媽媽就是做飯很辛苦嘛 吃飯吃飯了 這樣子 然後三個人在一起吃飯的時候呢 爸爸就說 跟這個女兒說 美味いね ママのご飯 好好吃呢 媽媽的飯好好吃喔 這樣 然後呢 老婆就給她一個大白眼 就說 美味いね きまってんじゃん 當然是好吃啦 不然咧 還用你說嗎 這樣子的 欸我覺得好負面 幹嘛 欸你不覺得對話就可以 完全的展現出這三個人的關係嗎 那小孩子就是 嗯嗯 哈哈哈 我覺得感覺這個男的真的比家裡的寵物都不如 應該是 欸 最後一名 真的 好 那這樣子的老公啊 如果是你會怎麼辦呢 你就是 沒有實際作為 沒有辦法就是帶來財富 然後讓老婆這樣子一個人 這麼的辛苦 怎麼辦怎麼辦 那我就趕快去找一個工作啊 我幹嘛 我雖然我有做他 可是你有才華啊 但是我覺得才華不能當飯吃 應該要先有錢 嗯 然後再去用夜外的時間來追尋自己夢想 比較實際吧 沒 沒錯 好 應該是 幹嘛你 不是我 卡到 卡到彈 我還以為你有什麼要 我本來想說你把我剪掉欸 不會 我想你不會了 好所以呢 這兩個人的結婚結婚 到了堅態期 就是倦怠期了 嗯 他們是 性愛頻率非常的低 好 很少幾乎是沒有了 好 嗯 那這個男生的工作呢 真的有工作嗎 叫做 シナリオライダ シナリオ就是腳本劇本的意思 ライダ就是writer那個字 就是寫作家 我還以為是打火機 不是 那是來 真的還蠻像的 對 好 就是一個劇作家編劇 欸 他是有才華的唷 他曾經得過編劇獎 可是是大學的時候 但是他人生巔峰了 大學的時候還拿來說嘴 他就是掛在那邊啊 就是我曾經有得過一個 然後就是一個獎狀掛在那邊 因為那個那一部 好像也是他太太也是 就是有幫忙他這樣子 嗯 對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老公啊 真的是在家裡是幾乎沒地位嘛 然後就是 有一天 老婆就說 欸等一下我要打掃家裡啊 你帶小孩去公園玩這樣子 然後在公園呢 就遇到了一個女生 就是剛剛你說的那個 疑似泡友小姐 她是一個太太喔 而且她的名字非常特別 叫做吴七 就是我太太 哈哈哈 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一定故意的 哈哈哈 然後呢 這個太太 有一把年紀了 其實應該是比男生 好像還多個五六七八歲吧 看起來就是比較苍老一點點 對 這個女生啊 我覺得她真的是不算漂亮 嗯 她的名字 在戲外的名字叫做 就是這個演員的名字 大酒保加在子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她好像在台灣蠻蠻紅的 對對 因為她好像有在這個什麼 我忘記哪一個綜藝節目 真的蠻紅的嘛 對 然後呢就是 她之前有一個新聞 我會把它放在說明欄 就是說她 覺得那個什麼抖音之類的 很有趣啊 就是濾鏡真的是強到 可以讓一個人 變成另外一個樣子嘛 對 她就把自己就是 放在一個濾鏡裡面 就是真的很像是一個美少女 然後就時不時就跑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她的真面目 對 就是有點像是大猩猩的樣子 然後大家就 然後網友就崩潰啊 這是誰這樣子 嗯 我覺得她 真的是很 血腥 對很享受當血腥這樣 對啊 所以她在這個電影裡面 也覺得 女兒也覺得她真的是 就是男 男生會喜歡她 也真的是 對 然後她就在這個公園 也是帶自己的小孩 在那邊玩 然後遇到了GOTA 帶著女兒嘛 然後大家都是 小朋友都在沙坑玩耍 然後大家就旁邊看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無妻太太就發現 GOTA好像在偷看她的胸部 嗯 然後太太就說 哎呦你幹嘛啦 哪裡見てんのよ 你在看什麼啦 那我要學一下 哪裡 哪裡見てんのよ 就是美懷吧 對 然後這個女生她其實好像跟 真的是跟她在打工的場所裡面 有跟她有過關係 對 所以呢 雖然說她們都還是各自在自己的 家庭裡面安分著 可是呢我覺得她們可能是各取所需吧 嗯 因為就是有需要嘛 對 這樣子 嗯 好那 可是呢這個GOTA 雖然說對這個太太的胸部 這個無妻太太的胸部 有一點興趣 可是呢她終究忍了下來 還是想說不行不行 我要回到我的原本的家裡面 嗯 然後呢有一天 一個工作機會 從聽而降 對 就是 她 接到了一個邀請 就說 欸你之前呢有 有過一個電影的企劃 就是想要把某個故事 變成一部電影 這樣子的這個腳本企劃 好像 有被這個出版社的一個人 所採用了 嗯 那那個企劃呢是在相傳線 對 剛好就是以這個地方為舞台 嗯 裡面有一個高中生 他會用非常非常快速的速度呢 去打這個 打至烏龍面 嗯 然後呢這個 過塔看到了電視上這個女生 覺得很有趣 想要把它寫成故事 想說 欸那不然的話 我們就親自到相傳線去一趟 然後呢去跟她做一些採訪啦 然後寫成故事 之後就有機會拍成電影 對 她就紅了 嗯 嗯 這是一個好機會啊 是 翻身的好機會 對 可是呢太太怎麼說 吉卡就說 你不要又來了 你每次都跟我說 你怎樣怎樣的 都騙我 我不相信你啦 這樣 嗯 如果是你 你說我是那個先生 對 你會 你會想說好 那我就更加賣力的 我一定要做到 還是說 就是 你也不知道會如何 你就是 也 很讓自己的地位很低下 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 就是 因為她從來都沒有用行動證明過嘛 所以 太太會這樣說 也是 無可厚非啦 是是是 那 就是把握這次機會啊 對啊 證明自己可以 好那這個Rota呢 她真的是 什麼都沒有 她就空有個才華嘛 她連 汽車駕照都沒有 所以也就是說 她無法一個人去 她要請太太一起去 想說 那如果我們可以就是 弄一個家庭旅行的話 搞不好 又有辦法取材 又有辦法就是 親子共有 又有辦法 那個一下 跟小孩去 真的很難吧 嗯 不知道 要把小孩迷魂 那總之這個男生 她有很多的想法 想說 那我們就請太太跟我一起吧 那太太就是 這個Chika啊 她想說 拜託 我工作忙得要命 我還要為你請假 我為什麼要啦這樣子 可是呢 因為老公真的太想要去了 她說 這是一個天大的好機會 請你讓我 有這一個 大紅大紫的一個機會 讓我抓住他 好吧 那就去吧 對 他們就安排了 應該也是四天三夜的一個旅行 然後就坐車啊 轉車到一個四國嘛 就是非常 呃這個偏鄉的一個地方 轉車然後 也沒有辦法 用什麼高級的方法去 就是不停的轉電車 然後急啊 然後 然後 終於到了一個地方 然後呢 下了車之後 到了香川縣當地啊 太太因為覺得 這個旅行是 多餘的花費 所以呢 整路真的是省到爆 對 對 包含從車站到 這個飯店 她不坐計程車 她要走路三十分鐘 可是這 男的也沒有話講 因為她 她沒有在賺錢嘛 所以 就只能聽命於太太的安排 對 沒錯 好 那我剛剛忘了說啊 就是其實 這個太太她 她原本是不太想要 這一個旅行的 嗯 可是呢 就是這個老公 她就拿出她以前的一個劇本 就是說這個劇本 如果有一天真的被實現 變成電影的話呢 一定是 會讓我們家 家境改善很多的 你一定要 其實應該是 說她去找那個編輯的時候 編輯有跟她說 這個 眼底應該可以拍成電影 對對對 她是一個很很棒的機會嘛 叫什麼電影 我忘了 叫做第八日的詛咒 對 好 那這個劇本呢 對這對夫妻來說 也是一個重要的回憶 嗯 然後呢 這個劇本其實是 這對夫妻在年輕時候的 一個重要回憶 嗯 就是男生會寫在稿紙上 然後這樣非常潦草的 可是女生呢 就會把她打成電子檔 嗯 然後呢 再投到這個 可能是一個獎項 要去投稿的時候 嗯 太太呢會刻意穿上 會帶來好運的紅內褲 對 然後呢希望可以 就像是打麻將 你要穿紅色內衣是一樣的道理這樣子 就是我們應該 我們應該是可以很幸運的 嗯 雖然到後來是沒有什麼機會嘛 但很多年之後 才有一個機會 可能會被拍成電影這樣 她是改編一個原作的 嗯 就是有有原作者 然後把它改編成腳本 對對對 也就是說呢 就是其實她 並不是她原本的創意嘛 如果她沒有表現得很好的話 搞不好會很多人打槍她 包含那個原作者 對 但是是可以的 是出版是跟她說 真的是年底會拍成電影 所以很有機會 對 好 那這個劇本呢 就是原本老公在家裡面跟她說 欸我們去香川旅行吧 那這個劇本 之前我們說的這個劇本呢 她是有機會被拍成電影的 然後老婆就一把把她打到地上去 唉你不要在那邊說了啦 每次都說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的 騙人這樣子 可是呢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這個太太Chika 她就拿起了那一個劇本 端詳了一下 就想起了以前 曾經穿著紅色內褲 現在已經鬆鬆的紅色內褲 想要幫老公就是 開運 對 想要幫她就是 展開她的一個 呃 職雅的一個新的可能 但是終究沒有辦法嘛 所以她就陷入回憶當中 這個時候呢 她的女兒 從房間裡面走出來了 她就說媽媽 然後呢 這個 媽媽就說 欸你怎麼不睡覺呀 是爸爸把你吵醒了嗎 這樣子 還是爸爸已經睡著了 她說 嗯對呀 我媽媽我跟妳講喔 然後她就講了 以下這一段對話 あのね パパが今回は絶対にチャンスをつかむって あのね 我跟你說啊 パパ 爸爸說啊 今回は絶対に 這一次絕對怎麼樣呢 チャンスをつかむ 就是會抓住機會的 這樣子 爸爸是這樣說的 チャンスをつかむ 對 好然後這個媽媽就說 パパが家でいってたの 好 爸爸是跟你說 你要來跟我講了嗎 這句話是 他叫你來跟我講了嗎 這樣子 然後女兒就非常天真的說 嗯 傳令兵 然後這個時候 Chika她雖然說 有很多青春回憶 可是她也是 唉 叹一口氣說 ダメなパパだね 好你看第一句話來了 對 罵老公第一話 第一句話就是 跟小孩講你爸真遜 ダメな ダメ ダメ就是不行的 沒用的 無能的 廢柴的爸爸 嗯 然後女兒非常的天真說 どうして 為什麼呢 爸爸頑張るって言ってたよ 爸爸說她會加油的 她會努力的呀 不要再講這種 會讓人火氣更上來的話 所以媽媽就 提油救火就是 然後呢 這個媽媽就 唉 おいで 叫女兒過來給她抱抱 她說 媽媽その言葉に千回騙されてんの 媽媽呀 その言葉 那一句話呀 就是爸爸會加油會努力的那句話 千回騙されてんの 已經被騙了一千次啦 呵呵呵呵 然後她又說多久多久怎麼辦呢 到底不要去旅行呢 啊終究還是出發了 嗯 那個 呃我補充一下 其實她在 老婆不是她有就是想起那個回憶嗎 她其實也有打開那個劇本 就是第八日的詛咒看一下 其實她有一點露出微笑 對 我覺得不只是 應該不只是說她覺得是想到過去的美好的回憶 我覺得她也有一個部分是 她真的覺得老公真的寫得還不錯 其實我也是這樣想你的你知道嗎 對 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就覺得你明明就有很有才華 為什麼你要這麼廢柴廢渣 那麼愛花錢 對 有時候真的是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太太心情 嗯 對所以我看了非常有感 所以呢 我覺得吉卡她真的是代替我罵了這個老公 就包含你 欸人家 很爽 我也就是有得到金中獎 欸對 然後金中獎的獎金 而且不是大學的時候得的 可是金中獎的獎金跑到哪裡去了呢 好然後呢 哈哈哈哈 好然後呢 就是吉卡她就是 她們一行人就到了香川縣嘛 下了車走出車站之後 她要走30分鐘 就是連個計程車都不肯叫 嗯 所以小孩就走著走著很累很熱這樣子 就是一直說 爸爸抱抱抱抱 抱抱抱 對 爸爸抱我啦 然後這個小孩子至少也五六歲啦 就是還蠻重的嘛 她就是 沒辦法就一把抱起女兒 跑去追媽媽媽 媽媽正在找路這樣 嗯 她就說欸小孩都撐不住了 什麼都好 我們趕快找個地方吃個東西吧 對 然後老婆非常不爽 她就說 你說要去香川縣 你不是跟我說好 你只要每一餐都吃烏龍麵就好了嗎 看到這裡想到 機器老男孩 因為機器老男孩裡面 他們也吃很爛 因為那個阿公吃太好了 對阿公點全套的套餐 然後他們這三個工程師都點 湯品烏龍麵 就是全部都是 最便宜 對 單品烏龍麵 單點的 嗯 然後老婆就很不爽 說你不是說好 只要吃烏龍麵就好嗎 什麼叫做什麼都可以啊 討厭 每次都這樣 然後這個時候老公就叹了一口氣 唉 嗯 好 老婆就不爽了 更不爽她就說 你叹什麼氣 我都陪你來到這邊了 你應該感激我才對吧 我可是特地請假陪你來的耶 嗯 然後呢 這個老公就說 わかってるよ 我知道啦 她就說你不知道 你就是不知道才在這邊叹氣 這樣子 嗯 然後老公就想要辯解 她就說 ため息 就是嘆氣 我不是嘆氣啦 ため息 じゃなくて 息しただけだから 我是在呼吸 息是 息這個字嗎 對 休息的息 就是呼吸的意思 嗯 然後太太就說了一下 我覺得她真的是一層一層的 把這個二七形象一疊一疊的升高 一層一層的往上疊 嗯 她說 息もすんな 嗯 不准呼吸 然後老公就說 她有點失笑 就說 新教掌 不呼吸那不就死了嗎 這樣子 嗯 她說 去死啊 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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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死不就好了嗎 對啊 所以 我真的太喜歡這一段了 嗯 就是 生日快樂 哈哈哈 要帶著凶橫的語氣跟眼神 對 好 這時候老公 如果是一般老公的話 就可能跟他吵起來說 欸欸欸欸 你幹嘛這樣子 什麼態度啊 結果這個老公是 唉 更大的賛氣 好开心哦这一段戏 这个才太血淋淋了 对好然后呢 这个省钱省到什么地步 不搭建策也就算了 他们住单人房 而且是商务旅馆的单人房 那个小到不行 三个人要住进去怎么住呢 其实是不行的 对 然后呢这个太太就说 你就先带就跟老公讲说 你就先带女儿进去嘛 我随后就到 他要从后门进去 可是没后门他就翻墙进去 对 总之就是非常非常卖力的 终于就是达到了省钱的目的这样子 而且他那个爬上去 然后还掉到垃圾堆 然后衣服还破了 小孩真的不要学 这是违法的 对然后最后他上去的时候 就是因为那个老公在浴缸里睡着 对还在泡澡 对还没帮小孩洗澡 然后那个老婆就是一身狼狈 一身臭味的 对对对 冲进来就大骂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时候太太骂这么凶啊 老公也不好意思讲说 其实小孩根本还没洗澡 就直接叫他换衣服说 等一下你不可以跟妈妈讲哦 你已经洗澡了知道吗 我真的觉得这些真的 我觉得这些家庭的关系啊 就在这些剧情里面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剧本 该有的样子 对 就是他不是用 就是很口语的方式讲说 他就直接在这些情境中 你就可以感觉到 他想要跟小孩一起隐瞒这个老婆 对对对 就代表是 怕被骂 对 就是一个汉妻 面对汉妻的关系 我相信有很多 很多家庭应该也都有这样子的供应 对然后后来就是老婆不是要洗澡吗 就泡在浴缸里面嘛 然后老公已经洗好了 可是他就是脱光自己 然后就说我要跟你一起洗 然后老婆看到他的鸡鸡的时候 就一脸嫌恶 我说这什么东西拿出来干嘛 他就说你干嘛硬了 他是这样子 你站起来干什么 你完全他完全没有给他留情面 真的好开心哦 好然后隔天他们去看海干嘛的啊 然后就是老公也吃了冰淇淋嘛 一边吃冰淇淋 然后就是三个人在 登高望远在看海的时候呢 老公也想说 搭个话这样子 跟老婆说 还很漂亮吧 是不是 这样子 然后呢老婆就说 你一定要学 你要用很冷漠的语气学 因为老公先说 kirai desho desho就是跟对方 取个认同 你说你这样 你也这样觉得吧 还是很漂亮的 没错吧 这样子 然后这个desho 就激怒了老婆 他就 desho de nanda yo desho是什么意思啊 你在说什么的啊 这样子 omai no ka yo kore 这个还是你的啊 omai就是你嘛 no就是the omai no ka 是你的吗 kore 这片海是你的啊 很不爽 这样子 什么话都要打枪 可是我觉得 这样子真的是 他讲什么都不对 对 动辄得救 怎么办呢 这样子 他真的是心仰难耐 真的是太想做 是做不到 想说 到底要不要从 太太的钱包里面 偷点钱 去附近的风俗店 消费一下呢 也没办法 嗯 可是真的是 没办法了 真的没办法 他就出去外面走走 也没带钱啦 嗯 这个时候他看到路边 在深夜的时候 路边有一个喝醉的女孩子 对 他就想说 偷看一下他的内裤 天哪 好糟糕喔 就把头伸到那个两腿之间 探探这样子 探探探 好 对 真的是探探 好 好巧不巧 附近有管区先生经过了 就是那个 呃 那叫什么 马瓦里山就是那个 警察啦 对 巡逻的警察这样子 他说你在干嘛 这样子 总之就是 实在是太有嫌疑了嘛 就把他带到了警察局 对 明明是深夜 被带到警察局 然后只好打电话给这个太太 请他来救他这样子 跟他说 真的是没什么啦 这样 然后 这个弄到 好 可以离开的时候 也差不多四 也是差不多凌晨四点半了这样子 所以老婆真的超级不爽的呀 对 觉得 就是你说要来取材 结果你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还被带到警察局 还要我背着小孩 抱着小孩 跑来帮你救 就是还要帮你救难 嗯 到底 而且这老婆凶到就是 警察也不敢惹 对 警察就说 好好好 你们 你们 先走吧这样子 真的 然后那个 那个老婆是用踹的方式 踹那个警察的本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可怕的公路电影 对 就是他 我觉得他就有在讽刺说 不只是家庭里面的 那个老公的地位很低 连公权力也都 就是 抬不起头来 对 就是当公权力在面对这种 就是 这样子的家庭的时候 他也是很 无能为力的 我觉得他可能有在暗示 这个事 真的是耶 对 好 那这个 离开了这个 非常狭小的商务旅馆之后 他们第二天出了一个 还不错的哦 感觉很像是Airbnb那一种的 对 就是有一房一厅 然后就是感觉蛮舒适的 三个人可以在里面打滚 可以玩像 而且很便宜 对 便宜到真的是让我觉得不可思 因为晚上才三千五日元 对 然后呢 老婆就说 我可是填了超长的 什么问卷调查 才终于找到这个 这么好的地方呢 这样子 然后老公也觉得 其实老婆 真的是蛮有一套的啦 她说要省钱 虽然说前面那一天晚上 做了奇怪的事 可是这一次 真的是不错 所以呢 小孩在睡觉了 他们有很多其他地方 可以活动了嘛 老公就想说 应该是有机会 这时候老公的独白 又出现了 这时候呢 必须要用猥琐的声音 来说这段话 对 她说 今更是这样的感觉 我认为 这样子的感觉 我认为 好就是 我是这样想的 今更最前面这个 今更呢 是指说 事到如今啊 虽然我不能怎么样呢 虽然我不能够再对 就是太太的大腿 产生任何的欲情 就是欲望 欲情 这个词 就是 我不会再对自己的太太 产生任何的欲望 对她的身体 虽然说 不能够做到了 不可能了 可是呢 我们来到一个 还算舒适的民宿里面 这个小孩也睡了 搞不好有机会哦 她就想说 搞不好可以做爱 搞不好是可以做一下的 到底有没有做成 请继续看下去 那中间又发现了很多事情嘛 可是其实那一天晚上 这个太太并没有答应跟她做爱 还是那边各种嫌弃 可是呢 因为她隔天 要去拜访一个她的老朋友 Chika要去拜访一个 叫做Yumi 游美的一个老朋友 是在小豆岛是不是 豆子岛 小豆岛 对 是在小豆岛的一个朋友 这个Yumi呢 是由夏凡 这个演员饰演的 然后这个可能是一个 贵妇太太吧 家里是开民宿的啦 然后就是老公爷 工作也不错 可是好像有点寂寞 他们好像还在求子阶段 然后老公好像 金虫好像就什么 活跃度不太高 总之他们就是一直都 没有很怎么讲 就是感情也不算非常的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太太夏凡 Yumi啊 她好像跟这个 她的工作环境 这个饭店里面的服务生 小鲜肉 有那么一点暧昧 嗯 对 是她的男朋友啦 她有男朋友哦 就是有先生 可是有 有第三者 对 然后这个好姐妹 姐妹涛就是有 稍微聊一下 这样子 嗯 在那之前啊 就是其实原本这个 Chika她是 自己一个人去拜访Yumi的嘛 对 然后老公 她就是带小朋友去海边 那个时候发生了 很可怕的事情耶 你还记得吗 就是小孩走失 对 她为什么会走失啊 因为她在打一通电话 她在打一个简讯 然后还有讲电话 就是在打给她之前的 那个同事 那个炮友 对 她在那边说 对不起哦 我就是传讯息给你哦 就是上一次 就是在公园遇到你呀 害我心痒痒的啦 嗯 对不起啦 你不用回我没关系 拜拜 就女生就回了 废话当然回啦 她就说 你又 你是不是想跟我做爱了呀 真的是 太明显了啦 好神奇哦 好神奇 为什么要神奇 好了 就是 讲这些话 明明就想要 还在那边装 太明显了好不好 可是我搞不好也想做 可是后面下一个爱心符号 就是 真的很讨厌 真的很生气 他们在调情 对 好然后呢 这个时候女生打来电话 他们就开始讲电话嘛 在那边说 好啦那 明天 不行明天我不在东京 那下礼拜三好了 嗯 讲完之后 小孩不见了 对 怎么办 好 那这边呢 我觉得也许是在 暗示一个状况 就是夫妻如果感情不好 关系不善 不佳的话呢 其实小朋友 他是很有可能会 走偏咯 不见咯 对 是不是 是 还好后来马上有找回来 对呀 真的是很紧张耶 好那但是呢 回到这个 Yumi跟Chika这一对 姐妹淘 他们在聊天嘛 那最后因为这个老公 他终于找到了小孩了 然后呢 就四个人 就又在这个 Yumi的家里面 就在聊天 然后啊 因为Yumi跟Chika说 啊我有男朋友啦 然后我觉得 跟小鲜肉这样子 来一段也不错啊 Chika你自己也想吧 是不是 这样子 然后这一段对话 弄得他心痒痒的 这段应该讲说 就是 呃这个 Yumi啊 尤美 她其实在 跟这一对夫妻 讲话的时候 就是他们夫妻又在吵架 然后呢 就是 呃那个 尤美就说 哎那 要不要那个 这个冰田月 就是这个老公 先去睡一下 嘿嘿嘿 然后这个时候 他睡觉的时候 其实那个冰田月 他又把那个 尤美当作 性幻想的对象 对 对但是 他在睡觉的时候 然后是 那个 这两个姐妹淘在聊天 嗯 然后是被那个 冰田月听到 对对对 然后他就偷听嘛 他就听到这一段 对对对对 这一段他们在讲说 就是其实 那个 那个 尤美有外遇啊 对对对对 然后也是在 就是在 怂恿那个 他的 姐妹淘 对 说 哎 你也 你也有这种想法 来一段危险的爱情吧 对对对 之类的 好 所以呢 冰田月老公啊 他就想说 哎 搞不好 行ける これは行ける 老婆现在 他的情欲被挑起来 哪有行ける 他是说要 追求危险的爱情 又不是 可是搞不好 就是对身体的 这个欲望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产生了嘛 所以他们不是 去坐船啊 什么的 然后老公就旁边 想说 搞不好 今天真的晚上可以哦 只要我再多献一点殷勤 多表现一下的话 搞不好真的可以 这时候老婆 用一种非常猥琐的 不是 非常轻视的眼神 等他 对 到底怎样啦 但是因为 这个老公 他真的是很有诚意啦 然后可能也觉得说 那再加上 老婆也是 当天晚上心情也不错 对对对 然后就 就有 有做这样子 然后那个老公 还拿出了一个 按摩棒 他其实有带一个按摩棒 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 这 这就是 对 夫妻的一个现实的生活嘛 就是可能不是像 早年 就是还没有 结婚啊 或是 交往初期的时候 那种就是 你要干嘛就干嘛 这样子 现在就是必须 偷偷摸摸的啊 然后甚至是 必须要做点努力 才有办法 得到这个 雨水之欢 真的是还蛮写实的 对对对 那个有一个很好笑 就是就是水川马妹啊 就是那个老婆 汉琪啊 她有跟那个游美抱怨说 她老公 就是每次坐的时候都超快的 而且而且她都在下面 都坐享其成 我觉得这个超好笑的 而且坐享其成 也有那个骑乘 骑乘马 那个骑乘 真的还蛮好笑的 对 反正就是老婆 就是各种 对老公的抱怨嘛 然后也 就除了对本人讲之外 也会跟自己的姐妹 她要讲这样子 就都被老公听到了啦 但是就是 他们有 终于在某天晚上 就是有坐在成功了 就当天晚上 对 去小豆岛的那一天晚上 对 然后呢 虽然在这个取材过程啊 他们其实 为什么会一直吵架 为什么这么多的伴嘴 或是老婆很不爽 就是因为这个取材 真实的目的 就是个旅行的目的啊 就是要去相川县 找那一个 无龙面少女嘛 对 本来是要跟她讲说 我们有这个题材的企划 可不可以就是 请你让我把它写成剧本 去拜访了这一个家人 就家人就说 可是我们已经跟其他人合作了 也就是说 动画啦 或是什么电影啦 其实都已经没有机会了啦 我们已经签约给别人了 这样子 对 当场破局 然后太太还想要 帮她挽回颓示 说其实我们家这个先生啊 他也是蛮会写的 可不可以就是 稍微回心转意一下 给这个人机会呢 可是实在是没办法 而且还在人家 外人面前吵了起来 对 对 因为老公说 你干嘛 你干嘛 这事讲出来啦 就是不要你讲啦 我可是帮你啦 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安排很好笑的 就是反正他们已经吵架 然后很尴尬嘛 然后他们在走的时候 就是 对对对 老婆不会开车 不太会开车啦 对 老婆就是在发动的时候 就没办法发动 然后他们就说拜拜 然后但是他那个窗户也是开着的嘛 对对 然后就是 那个对方也来送别他们 然后就拜拜之后 他那个车子就一直 在原地上 嘟嘟嘟嘟 他应该是打空档 然后忘记打到低档了啦 就不停的踩油门 可是是无法前进 可是 车窗是开着的 就只要一直跟他说 辛苦了 再见 出不去 辛苦了 再见 还在原地 尴尬 好像周星驰的电影哦 好 那就是 但是虽然说这个案子破局 可是其实因为还有其他的那个案子嘛 就是那个第八日的诅咒 还是有机会变成电影啊 所以呢 这个老公他还是有点可以指望的 对 对 所以老婆想说好吧 其实这个男生虽然讨厌 可是还是可以啦 还是 可以跟他继续 这个夫妻关系 但是 你知道的 真正的危机 真正的 沮丧的这个情境 还没有到来呢 对 就是 这个 冰田月写的剧本啊 不受到原作者的喜爱 嗯 当场就打枪了 你不能把这一个变成电影 应该是说他们去一家高级寿司店 然后就是原本老婆心情也蛮好的这样子 然后 后来就是 那个冰田月接到 就是去外面 出版社的电话 对对 去讲一个电话 结果那个电话里面 那个编辑就跟他说 就是 那个电影不能拍成 就是第八日的诅咒 对 然后他整个就是傻眼到不行 就是因为 就是 就只是因为 原作不喜欢 对 然后 后来回来的时候 呃 原本那个老婆还说要点一个高级的东西 他点了酒 对 然后就是又在家点了一瓶 想说哇 太好喝了 有果香 然后可能心里想说 啊 年底就会变有钱了 这样 对对对 结果后来老公带来这个恶好 对 他当场 哭出了 而且还大骂 对对对 然后呢 他就是 大概一分钟之后就说 就跟他孩子 因为毕竟小孩通通都在现场 不管吵什么 小孩都在现场嘛 他就跟他女儿讲说 妈妈已经没事了 OK了这样子 可是他还是 心情不好 就那个酒也没有喝 就离席了 就直接出去 嗯 一行人走到了和题 就来到了本片最高潮的部分 嗯 就是太太她突然就说 我们还是离婚好了 嗯 因为我真的不能够再指望你了 结婚十年你告诉过我什么 可是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真的不能再把希望放在你身上了 我真的非常的累 我要跟你离婚 嗯 然后开始疯狂的大哭 对 然后小孩也跟着哭 是 老公也想要哭了 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老公也蛮衰的 因为其实他 这一趟旅行他 就是 其实呃 就是最后那个剧本 他没有拍成功 其实也不是他的错 嗯 是因为别人的原因 对 对 那就是 我觉得他就很衰吧 他真的是运气非常不好 工作运很不好 对 然后呢老婆就对他 就是各种指责啊 就是你自己根本就是 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你只是不想要 你说你不想跟我分开 其实你只是不想一个人而已吧 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冰田院就流下了眼泪 他就说 这个梦呢 有一种辩解的感觉 就是 我也是一直都很努力着的呀 又来了 那个梦又出现了 可是 可是就是不顺利嘛 我也努力的写啦 我也努力去投稿啦 我也努力去交涉去取材啦 可是呢通通都被打枪了嘛 我也不想要这样子嘛 どうしていいかわからないよ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俺だって泣きたいよ 我也很想哭啊 这样子 老婆一边大哭一边大喊 说 多说的 吵死了 你不准哭 这样子 他又说 你根本连哭的资格都没有 不准哭 他真的超级生气的 对 这段戏啊 三个人哭成一团 然后我真的也非常想哭 因为我真的觉得 太太的辛劳 她的这个心理的压力 我非常可以理解 老公她也不想这样 小孩在旁边 她也真的一直很不舒服 很难受 也是跟着一起哭了起来 这一场戏啊 我看了这个导演的访谈 说她其实 并没有预想 她会变成什么样子 她是一次OK的 她觉得 这一场戏的 拍摄的成果 比她想象中的还要好 我觉得她很特别的是 哭到最后 她们有 就是开始有点 哭笑不分的感觉 对 就是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当一个人 惨到最 最极限的时候 反而会有一种荒诞感 就觉得我们怎么这么惨 怎么这么惨 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然后他们就三个人抱在一起 哭又笑又哭又笑 这样的感觉 好 那这场戏结束之后 结尾我就不说了 我觉得 这个戏啊 这个电影 真的是彻底的 非常直白的 很赤裸的展现出 一个家庭 如果说 老公她可能表现不好 老婆她非常努力 想要挽救 可是最后还是无能为力 可是终究还是因为 还存有一些爱 对彼此的回忆 还是有一些留恋 然后呢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这样子的一些矛盾的心情 展现得非常的明确 所以到最后会如何 我真的是非常希望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电影 其实她最后也没有说 就是非常明确的跟你讲说 会变好还变坏 对 对 就是提那一个 让你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对 可是我觉得 就是 应该是往好的方向 因为你可以想象说 这个 就是这个导演嘛 她其实后来的发展 就是不错啊 对 对 就是有这么多奖项啊 什么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就想到李安 因为李安她的老婆 真的 我就在想说 因为那时候李安 就一直在家里 蹲在家里写剧本嘛 然后她老婆就出去工作 对 但是好像感觉 他们是 不会是那种 老公很卑贱的感觉 甚至好像她老婆 是真的是 完全支持老公的 非常伟大 对 可是我觉得 就是这样子的关系 毕竟不是每一个女生 都做得到 对 对 所以就是 我觉得也许 如果我是这个男的的话 我会为了想要让老婆安心 我不会把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 我就是会去工作 对 可是我工作之余 我会花很多很多的 努力 努力再去做这些 比较个人梦想的事情 没错 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啦 就是说 当然你觉得你自己很有才华 你想要赌一把 这个心情好 但是我觉得 要有一个停顺点 是 就是你不能 不可能一直在试 而且特别是 她在写那个第八日的诅咒 果然真的是一个诅咒 因为她写了三年 对 你看三年 然后你把这个全部 青春都压在这里 可是就是那个原作不喜欢 你就没有这个工作机会 我觉得这样子的 就是工作的想法态度 我觉得是不对的 对 就是你应该还是要 她没有自主权啦 对 你应该还是要有自己 可以掌握的东西 对 就是很苦干实干的 做一个 即使好 即使是便利商店 打工也好 起码是 你有一个付出 你有一个 就是很稳定的收入 对 对 然后你再去想 就是赚钱什么的 而且我觉得 你去工作 其实也是取材啊 就是 特别是剧作家 其实你要有 一定的生活经验 对 你要跟别人 有一些接触 然后把你所见所闻 变成你创作的养分 对啊 然后我觉得后来 应该就是这个老公 他写的剧本 就是后来他在 就是这一趟旅行 回来写的剧本 应该就是 可能就是这一个 旅行上面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蛮有可能的 因为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不停的讲说 你就把这个故事 把这个旅行 就是莫名其妙事情 写出来就会大卖 对 真的有时候 就是这样子 就是作家 一直在想要 写一些 就是外太空啊 或什么的 反正都没有人注意 反正写自己的故事 立刻收到大家的共鸣 因为那个是最真实的 因为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啊 对啊 对啊 就是很多时候 其实你就是 好好的审视 自己真实的感觉 而且我听说就是 特别是创作者 就是生活过得越惨 反而越有灵感 没错 你过得太安逸 太幸福 没东西可写 对 真的是这样 是 好 那电影就说到这边 接下来是 各位太太们 应该非常期待的 一个小单元了 对 日文请进小剧场 之如何用日文 来骂老公之单元 你要想骂别人 不一定老公也都可以 对 老公如果想要骂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哦 可是你试试看哈 好来来来 好 第一个是 キモイ キモイ是什么意思 キモイ是 キモチ悪い 就是恶心的口语说法 对 キモイ就是 走开人 恶心死 靠过来 那个恶心的意思 キモイ 还试一次 第二句是 しつこい しつこい 是很纠缠不清德的意思 对 那如果你要把它 变成一个句子的话 你可以说 しつこいんだよ 那个是在说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 男生就不停地 对女生求欢嘛 然后呢 就是一直帮他按摩啊 说我帮你按一下啊 这样子 我们好久没有那个 这个时候 老婆就说 しつこいんだよ 烦死了 走开啦 不要一直缠着我 这样子 然后讲到一个 不行的 他就直接说了 きえろ 给我消失 后面是 ろ的话 就是命令型 对 就是二类动词 把这个mas型的 mas去掉 变成了 ろ 变成きえろ 本来是 きえます嘛 变成きえろ 就是你给我消失去吧 你 这样子 是一个很强硬的说法 对 千万不要对主管这样说 也不要对你有老师说 老师会吓一跳 好 第四个是 dassai dassai就是很老土的 俗气的 跟不上时代的 那如果你要把它变得 很像是口语的说法的话 你可以说 dassai 那个i可以不要 比方说像是很多 i形容词啊 你可以说 taka 本来是takai 就是很贵的 很高的意思嘛 我们当然拿到一个东西 说啊 这个东西这么贵 你可以说takai 这样子 可是呢 一般来说 你可以用更 口语的说法来讲 taka 就停在一个地方 然后后面加一个醋音 你可以在那个ka上面 做一个短醋的感觉 就是也太贵了吧 的感觉 你还说一次 taka 对 好 那个ta后面不用 taka就可以了 taka 对 那这个dassai 也可以这样做 dassai 这样子 就是 我的老公怎么这么的俗气 老土根本上时代啦 就真的很口语 对 dassai 这样子 好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再 故意的讲更多 本当dassai 俗气 无穷一致 宇宙一致 宇宙第一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 有做过一部叫做 非常把奇遇 他那时候就用 这个是各样的 那个 异形容词来 贬低奇遇 这个地方嘛 比方说那时候就讲说 dassai 就是dassai 加上 sai 把它合在一起 说我们是俗气 这样子 那时候有这样子的 一个句型 好 那第五句叫做 dame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不可以不行 废柴 很没用的 无用的意思嘛 那dame 就是 真是没用啊 然后你可以加上 这句话 什么什么 就是谁谁谁的爸爸 真是dame 这样子 所以呢 比方说 这个电影里面有提到 老婆对女儿说 dame dame 阿希 阿希 阿希的爸爸 真是不行啊 所以呢 太太们 你可以把阿希 改成各式各样的名字 你可以说 dame dame 蘿莉 阿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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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六句 就是 那你去死啊 刚刚有提过 sineba sineba 就是sineba 意 就是你去死就好啦 的意思 然后把它停在条件形上 就表示 那你去死就好啦 是一个口语的说法 如果你想要 更进一步的 叫他去死的话 你就会跟他说 麻吉 死んでほしい 我真的是超想你去死的 麻吉是什么意思 麻吉就是有够 超级真的 的意思 对 麻吉心就是 大家都学会了吗 好我最后 我想要带来一段 结尾的音乐 因为这一段 这一段音乐 就是这部电影的配乐 就是他很用那种 就是有点像是 那个就是管乐 管乐器 同管乐的感觉 然后吹这一段音乐 然后就是每次听到 这一段音乐 都觉得 就是有一种 哭 让人哭笑不得的 对 好像是 我觉得很像是一个 很荒诞的行军团的 一个序曲的感觉 对 真的 我就用 一个音色来弹这个曲子 好 非常期待 OK 好 那希望大家 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这个电影叫做 喜剧爱妻物语 请记得一定要爱老婆 一起 我觉得家人一起看 然后我真的觉得 可以促进两人关系 没有 因为我觉得 有几种可能 就是第一个是 老婆如果真的 就是对老公很凶的 当然也是会有一种 大快人心的感觉嘛 然后 再来就是可能会觉得 好像他有点太超过了 我还是 让我熟练一点好了 然后也有一个关系 也有一个可能性的发展 就是 我们也真的 蛮久没有做 所以就是 会有这样子 好的效应 我们节目 真的有很多夫妻 的太太在听啦 我觉得有爸爸 有老公 就是因为我有 因为我们有时候 会收到一些 听众的私讯 或是留言嘛 有时候是男生哦 所以呢 我真的非常邀请 就是已经成家的 已经有伴侣的人呢 找你的伴侣 来一起看这部电影 真的是甜蜜中 带有苦涩 可是呢 还是有很多 欢笑的 对 然后我们 我们其实 虽然讲了大部分的剧情 可是有最关键的 好笑的一个剧情 我们没有讲 哪个部分 就是 那个真的是 宇宙无敌 霹雳爆炸 好笑 我真的是 是不是有掉到你了 赶快去看 对 真的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好希望 就是台湾有的出版社 可以引进他们的 这个电影 或者是 小说啦 真的很棒 没有小说 我没有查到啊 你还翻啊 大家快点来 找我翻译 你来跟出版社 讲说我自愿翻 不收钱 没有啦 真的 要收钱的 好 非常非常推荐 这部电影 好 就先这样啰 好 拜拜 拜拜